耶利米书第七章 耶和华有话临到耶利米说 你要站在耶和华的殿门口 在那里宣告这话说 所有进这些门来敬拜耶和华的犹大人啊 你们都要听耶和华的话 万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你们要改正自己的所作所为 我就让你们在这地方居住 你们不要倚靠虚谎的话说 这是耶和华的殿 是耶和华的殿 是耶和华的殿 如果你们实在改正自己的所作所为 人与人之间认真实行公正 如果你们不欺压寄居的 不欺压孤儿寡妇 不在这地方流无辜人的血 也不跟从别的神 自招祸患 我就让你们再赐给你们列祖 直到永远的这地方居住 可是 你们竟然倚靠虚谎无益的话 你们怎可偷盗 凶杀 奸淫 骑甲事 向巴黎烧香 跟从你们素不认识的别神 然后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 站在我面前说 我们安全了 你们这样就可以行这一切可赠的事吗 这称为我名下的殿 难道在你们眼中看为贼窝吗 但我都看见了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你们可以到世罗我的地方去 就是先前我名的居所 看看我因我子民以色列的邪恶 对那地方所行的 现在 因你们行了这一切事 我不断恳切告诫你们 你们却不听 我呼唤你们 你们却不答话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所以我从前怎样对待世罗 将来也怎样对待你们 所倚靠的那称为我名下的殿 以及我赐给你们 和你们列祖的地方 我必把你们从我面前赶出 像我从前赶出你们的众弟兄 以法连所有的后裔一样 至于你 不要为这人民祈祷 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 也不要为他们向我恳求 因为我不会听你 他们在犹大的各城中 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所行的 你没有看见吗 儿子剪柴 父亲生火 妇女团灭 为天后做病 又向别的神 教奠基 惹我发怒 他们害的是我吗 岂不是他们自己 以致脸上蒙羞吗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因此 主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我的怒气和愤怒 必倒在这地方 也必倒在人口 牲畜 田野的树木 和地的出产上 怒火烧起 不能熄灭 万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你们尽管把繁祭 加在平安祭上 自己吃祭肉吧 因为我把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 繁祭和平安祭的事 我并没有向他们提说 也没有吩咐他们 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事说 你们要听从我的话 我就做你们的神 你们也做我的子民 你们要遵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 好使你们蒙福 他们却没有听从 也不留心 反倒按着他们的计谋 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 向后不向前 自从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那日 直到今日 我拆遣我的仆人众先知 到你们那里去 而且是每日不断拆遣 你们却没有听从 毫不留心 反倒映着景象行恶 比你们的列祖还厉害 你要把这一切话告诉他们 他们却不听从你 你呼叫他们 他们也不回应 然而 你要对他们说 这就是不听从 耶和华他们神的话 不受管教的国 诚实丧尽 并已从他们的口中断绝了 你要剪去头发 并且把它抛掉 上到光秃的高纲举哀 因为耶和华 便是弃绝了 他所憎恨的世代 因为犹大人 行了我看为恶的事 把他们可赠的偶像 安放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 污毒了这殿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他们在辛嫩子谷中 建造了 陀斐特的秋坛 用火焚烧自己的儿女 这不是我吩咐的 我也没有在心里想过 因此 看啊 日子快到 人必不再称这地方为 陀斐特或辛嫩子谷 却要称它为杀戮谷 人必在陀斐特埋葬尸体 甚至无处可容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这人民的尸体 也必给空中的飞鸟 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 没有人来驱赶 那时 我必在犹大的城市中 和耶路撒冷的街道上 使欢欣和快乐的声音 新郎和新妇的声音止息 因为这地必要变为荒场